她是家里靠不上的男主人 她这个人特别走 她只要认总的事 别人说啥 不听 她是达茂奇的游牧检察官 叫啥的你越多 你牧民的心就越强 三十年来 她用脚步丈量了达茂奇 1.8万平方公里 走进了牧民心里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检察官安达 2.8万平方公里 我叫秦达梦 今年25岁 是牧民的孩子 我今年大学毕业了 现在是一名幼儿教师 我能够顺利地读完大学 有一份理想的工作 离不开一个人 在我14岁的时候 阿爸突然得了脑医学 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 全家的重担都落在了阿妈一个人身上 她每天放养 打草拉水 还要照顶阿爸 我们家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艰难的熬着 秦达梦 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汗茂明安联合起一户牧民家的孩子 父亲早年生病 让这个家一贫如洗 全家人的收入就靠母亲放牧 就一年 你就两三千的收入 剩下的都 到冬天 买草料啥的就基本上不够了 五年前 秦达梦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但是他明白 自己的家境 根本就无法支付 每年将近四千块钱的学费 我想出去打工 帮忙 帮家里 挣点钱 减轻阿妈的负担 但是阿妈不同意 阿妈告诉我 阿妈再苦再累 也要供你上学 你是咱家唯一的希望 董事的秦达梦在假期开始打工 他帮人刨过土豆 还在工地上搬过砖 就我们棋里边 正好 那时候正好盖楼 然后去那搬砖头 搬砖头一天要搬多少呢 一天好几百 秦达梦在工地上每天搬砖七八个小时 一天下来能挣一百块钱 可是这还不够父亲的看病前 最困难的时候 是潘检察官伸出了手 帮助了我这个莫名的孩子 上学的愿望实现了 他说 我是潘志荣 你在学校怎么样 有什么困难 跟我说 不要担心家里的事 对秦达梦来说 潘志荣的帮助 无疑是雪中送太 在他上大学的这四年来 潘检察官不仅资助他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还经常帮他照顾家中的父母 潘检察官帮我们每年交学费 还在生活上帮助我们 真是太感谢他了 秦达梦 一个因为贫困 差点就上不了大学的孩子 因为潘志荣的资助 现在成了诱失了 秦达梦只是潘志荣资助的 上百个对象当中的一个 潘志荣是包头市 达尔汉茂明安联合齐人民检察院的 一名检察官 达尔汉茂明安联合齐 简称叫达茂齐 这儿的人普遍以农牧业为生 那是地广人稀 为了更好的服务群众 达茂齐人民检察院 在辖区满都拉口岸 以及希腊木人设立了检察室 潘志荣就是这两个检察室的负责人 按照规定基层检察官 每周五个工作日中 要有两天到基层寻访 但是潘志荣却给自己规定 每周至少要有四天在牧区工作 很多的诉求 他需要发展的问题 发展不出来 因为交通不变 条件不行 别的地区 运于家里整理面的距离特别远 这种情况必须你自从后 这两个检察室离老潘家 有一百多公里 一周四天 一年下来就是两百多天 潘志荣平均每天在车上的时间 就要八个小时 几乎每户牧民的蒙古包里 和草场上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一段时间下来 牧民们发现 这位黑黑的汉族检察官 很爱管闲事 跨八门什么事都有 比如说 有些牧民就是跟家里人闹矛盾了 然后就想不开 找潘志荣聊一聊 这样的也有 只要是老百姓 只要是牧民有什么事 不管是没有时间限 不管是白天晚上 只要给他打个电话 他就去 采访的过程中 达茂齐突然下起了冰雹 潘志荣中断了采访 急忙往牧民家赶 路上不少牧民 给爱管闲事的老潘 打来电话 冰雹 冰雹夹杂着暴雨越下越大 草原瞬间进入看海模式 车子甚至无法安全通行 焦急的老潘望着窗外 他心里盘算的是牧民家的牛羊 有没有及时回来 那几家建在低洼地里的牧民家 有没有被烟 24小时全天后 不管是在吃饭还是睡觉 只要电话一响起 潘志荣就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是 我儿子就说他是个烂好人 啥事他也管 我想了 我说这么多人 为啥就需要你帮助呢 总是单单去找你 每天就是潘志荣潘志荣 他别人就心里边没有别人了 管我说我不能 我想牧民承诺了 我必须我这个手机 只要20小时开的了 如果他没点生产 他们找不接我 怕找不接 怕自己有点生产去 需要那个生产来处理的 我能够就是第一时间能够到 想要拉近牧民的心 那就要会说他们的话 在老潘的桌上 一本猛汉词典 已经被他翻烂了 甚至连专业的法律术语 老潘也能用猛语流利的交流 老潘原先不是学法律的 从一个门外汉成长为一个 全区检查系统的 猛汉双语专家型业务人才 学通 学经 学得好 能讲牧民的话 能讲农民的话 能讲法律的话 这个是很了解的 学会了猛语 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 潘志荣与牧民沟通就方便多了 牧民们都称潘志荣为安达 他就好像我们亲的弟兄一样 就是一家人一样 潘志荣今年54岁 他在达茂起工作了整整30个年头 这30年来 他把农牧民当成亲人 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他常年高强度地工作 所以他身上有很多职业病 有一次甚至因为太操劳了 心脏病都发作了 他的家人就经常劝他说 你得悠着点啊 潘志荣听不进去 家里人气不过去了 就直接说老潘 说你太轴了 以前我也跟他闹过 就因为在下乡 也闹过也干过 但是他这人特别走 他只要认种子的事 别人说啥 不听 多莱福是隔日乐 熬都嘎茶的一户牧民 登记安置房五年 但一直都没有分到房 最后抱着一线希望 找到了潘志荣 了解了多莱福的情况后 潘志荣连续一个月 没睡一个安稳觉 起礼 村里 镇上来回跑 终于帮多莱福 把房子找回来了 房子要回来了 但是多莱福却交不起 三万块钱的房钱 我们那时候穷的 去哪找三万的 没有加钱 他就出去借钱 最后就还这个潘哥 又去找潘哥 说你给我借点钱 他说我也没那么多钱 我给你 你别人 我给你担保 银行 我给你担保 扣我的工资 担保 这是潘志荣的妻子杨淑梅 最不想听到的话 我老跟他去银行签证 拿工资 拿房板 如果要是一个人了 他自己签我不知道 有时候必须得两个人签证 他就得找我 杨淑梅说 他都记不清 被老潘带到银行 签了多少回字了 他记忆最深刻的那次 是拿了自家刚到手的房本 去银行做抵押 给牧民贷款 我说一次就押了几年了 我一后来懒得管他了 人家也不跟我说 反正我有住处就行 他说保证给你丢不了这个房子 肯定让你有住处 杨淑梅心里明白 老潘轴劲上来了 多少头牛都拉不回 打从潘志荣当上检察官开始 两人的工资 基本上都被老潘借人了 自己感觉啊 感觉是全百零苗人 全和潘志荣借过钱了 似的 就超这种感觉 工资借完了 牧民们的难处还没解决 杨淑梅就帮着丈夫出去 向亲戚朋友借钱 潘志荣借出去的第一笔钱呢 还是1989年的时候 借出去了300块 那时候他和他爱人的工资加一块 不到100块一个月 这30年来 他的家庭条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 家人几乎没有享受过富裕的生活 但是潘志荣不后悔 他一直秉持着这样一个观念 身为检察官 有备良心的事 不做 违反法律的事 不做 有损检查形象的事 不做 说强 你本来到南面说强 一来说 他带着东西 或者来来送去 咱们这种觉得 从我这个内容 我不能让他上的 不能脱地鞋的 所以这样一下 我就将俩少接触他 我俩反正要不就不开灯了 要不就躲出去了 躲到我妈那儿 或者躲到别处 等天黑睡觉之后再回来 他很少告诉人我们家在哪儿 办案的时候 潘志荣六亲不认 对那些走后门拉关系的 是能躲就躲 回家后 他和妻子不开灯 不接电话 但也因此造成一件 非常遗憾的事情 啊 零四年都散了 他的母亲 反而比较遗憾 那些啥找不接我吗 我说要是不关自己 我是不是 就是他心脏病 是不是能断下不睡 能说一句话 一句话 这件事成了潘志荣 夫妻俩心中最大的遗憾 妻子杨淑梅 很久都无法原谅老潘 哎呀 过了咱就 加进二年才原谅的 他也立即这事了 2016年 从检三十多年的潘志荣 被授予全国模范检察官的 荣誉称号 他这个能把平凡的工作 做到极致 认真负责 他说承办的案件 办理的业务案件是六百多件 没有一件是出案 化解矛盾就纠纷上百起 这个都是成功的化解 这个持之以恒的 做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做一个党员干部 应该向他学习 办事 一心为民 一心为功 一身争气 再过几年潘志荣就要退休了 老潘说 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 必须有人守着 于是达茂奇的草原上 又多了一道风景 老潘的身后 出现了一群年轻的检查栏 三十年来 潘志荣走遍了达茂奇 1.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全部七十七个行政村 他寻访了九百八十多个墓点 三千四百多户墓民 一共办理了案件六百一十多件 化解了矛盾纠纷 上百起 资助贫困墓民 上百户 潘志荣还创建了 《民情日记》这样一个新举措 就是他每走访一个地方 他都要把墓民的信息 还有他们提的问题 详细的记录下来 你看 这就是一本民情日记 随便翻开一页 我给您念一遍 你好 我们是检察院的 这次下来寻访民情 牧民朋友们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法律诉求 有什么线索需要向我们反映 这本民情日记 我数了一下 一共是九十七页 这每一页都是老潘带着徒弟亲自记录的 这样的日记 潘记了十几本 一共八万多字 达茂齐三千四百多户农牧民 都记录在册 这么忙 这么累 还要做一些植物范围外的事情 有人就问他 你图什么呀 老潘说 说从小啊 我母亲就告诉我 要做个有良心的人 等我穿上检察官的制服 戴上检灰的时候 老母亲又告诉我 要做个有良心的官 什么是良心呢 这就是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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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